启示录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良夺的杖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抽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闭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四驾之处 从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 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 放在坟墓中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至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 第三样灾祸快到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 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浮于地 敬拜神 说 西在 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以你执掌大权 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 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代销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 献出他的约会 随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地震 大煲 不嫩 到 蹲